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大家学习乌兹别克语语音课程 该课程总共有18字课组成,今天是该课程的第一讲,我是主讲人袁伟 那么相信通过18个课时的学习,大家一定会对乌兹别克语的语音有一个较清晰的了解 会为今后的学习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 那么今天我们第一讲,首先要介绍三个问题 我们说学习一门语言,首先是学习一种新的文化 这样的话我们就需要对对象国有一种比较清晰的认识和了解 那么乌兹别克斯坦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国家呢 我们会在第一个内容中详细介绍 随后呢我们会带大家了解一下乌兹别克语的情况 最后我给大家一起领读一下乌兹别克语的字母表 好的,那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 认识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全名叫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它用乌兹别克语来说是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民的简称 它由三个部分组成 第一个,乌兹别克,表示乌兹别克语的,乌兹别克人的,乌兹别克族的 加上一个协助发音的1,还有一个stone这个词坠,构成乌兹别克斯坦 这么一个词 stone经常出现在表示国家的词中间 比如说,Kozorkstone Kirkstone 哈萨克斯坦,吉尔基斯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乌兹别克斯坦 好,那么我们来看上面这幅图 这幅图呢,是乌兹别克斯坦历史上一名赫赫有名的帝王 他叫Amur Demur 他是突厥人和蒙古人的混血 他生活的年代是查和台韩国统治时期 我们知道蒙古帝国统治了很多,分为很多的韩国 在中国被称为元朝 在俄罗斯大陆上叫做金帐韩国 而统治中亚的地区呢,叫做查和台韩国 他呢,在查和台韩国从一名士兵逐渐成长成一名将军 然后呢,最后啊,推翻了查和台韩国的统治 并对金帐韩国予以沉重的打击 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 在晚年曾经尝试向中国,当时是明朝发动进攻 但在行军的途中,并死在了军营中 没有看到两大帝国的激烈碰撞 好,第二幅图是乌兹贝克斯坦总统府的照片 坐落于塔什干市 第三幅图是以乌兹贝克斯坦的一个著名学者 纳沃伊命名的大剧院 阿里希特·纳沃伊是一个著名的语言学家 文学家 他对乌兹贝克标准语的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我们知道乌兹贝克语发展历经了三个阶段 古突厥语时期,旧乌兹贝克语时期和现代乌兹贝克标准语时期 那么阿里希特·纳沃伊使用本民族语言 也就是古乌兹贝克语撰写了很多部著作 逐步把这个语言的语法体系化,标准化 所以可以说他是乌兹贝克现代标准语形成过程中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 在乌兹贝克斯坦不仅仅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大军院 地铁站同样在塔什干市也有以他名字命名的一站 叫纳沃伊站 有一个州以他的名字命名 大家可以看出这个人物在乌兹贝克斯坦历史上 确实是有浓墨重彩一笔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乌兹贝克斯坦的地理特征 我们经常会听到中亚五国有很多很多斯坦 对吧,傻傻的分不清楚 到底是哪个斯坦呢,搞不明白 那么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 乌兹贝克斯坦到底处于一个什么位置 乌兹贝克斯坦是世界上唯一两个双内陆国家之一 什么叫双内陆国家 也就是说它本身自身是不领海的 这是肯定的 但是它周围的这些国家同样也没有出海口 也不领海 所以叫双内陆国家 唯一的两个其中之一 好 那么它被哪些国家包围呢 我们来看一下 比如说上面这个位置 对地理比较了解的同学可能会看到 这是Korzokston Korzokston 是什么 哈萨克斯坦 我们刚才讲解了欧兹贝克斯坦的组成 我们在这里看一下 Korzokston 一样的 前面是什么 Korzok 哈萨克 对吧 哈萨克族的 哈萨克人的 后面一个stone 组合成了这个国家的名字 叫哈萨克斯坦 Korzokston Korzokston 好 由北向南 Korzokston Korzokston 是哪里 在我们中国有个少数名字叫 克尔克兹族 我们在对外 这个国家叫什么呢 我们的以吉尔吉斯 命名的 吉尔吉斯斯坦 吉尔吉斯斯坦 好 接下来 Torzokston 塔吉克斯坦 对吧 再往下 阿富汗尼斯坦 注意这里 我们由于翻译有先例现象 因为之前我们对阿富汗翻译的时候 就是以阿富汗这种名词 以这个名字来命名的 虽然有一个stone 我们不会再进入乌兹别克语这种翻译方法 如果按乌兹别克语的话 应该是阿富汗 后面加一个斯坦 对吧 这是阿富汗 阿富汗 阿富汗尼斯坦 最后是 Torzokmanistan 哪里呀 Torzokmanistan 它住于中亚的中心 名副其实 对吧 两河流域 我们说中华文明发源于 黄河和长江流域 而中亚文明发源于什么呢 两河流域 哪两河 叫阿姆河和西尔河 阿姆河和西尔河 国土面积是44.7万平方公里 有五个邻国 我刚才说过了 同时 它虽然不领海 但是有一个内陆湖 领一个内陆湖 咸海是世界上最大的内陆湖 对吧 在什么位置呢 在乌兹别克斯坦跟哈萨克斯坦的交界处 就在这里 好的 那这个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理特征 那我们来介绍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国徽 国旗和行政区画 首先我们来看它的国徽 在国徽的左侧 我们从这边来看 是左边这个位置 是什么呢 是棉桃 右边是麦穗 为什么用棉桃来放在国徽里呢 因为乌兹别克斯坦也被称为白金之国 是一个盛产棉花的国家 所以放棉桃这个标记是非常非常有意义的 右侧是麦穗 可以看出乌兹别克斯坦是以农业为主 中间是一只正吃而飞的吉祥鸟 背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大地上 一轮红日续续升起 顶部是一个星月标记 是伊斯兰教的一个宗教标记 接下来在底部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国旗 中文底下有很小的字写着什么呢 Ozbegistan国名 这是它的国徽 随后我们来看一下国旗 国旗主色有三种 蓝 白 绿 蓝色代表天空和水 纯净的天空和水 对吧 接下来白色代表吉祥安宁 绿色代表生机盎然 一个星月标志 附属着十二颗星 表示十二个月份 这就是国旗 那么它的行政区画 由一个自治共和国和十二个州组成 其中有些州名对大家来说应该不是很陌生 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记载一些西域的文献中 关于西域描写的文献中 比如说 Horazen Horazmo Buchoro Buchara Samarkand Samarkand Toshkent Kashkan 对吧 这几个州都是以最著名的城市来命名的 比如说Buchoro Samarkand Toshkent 这几个城市历史都在三千年以上 Toshkent 我们可以说一说 这个城市的名字 Tosh Tosh本身石头的意思 它也就是石头城 Toshkent Toshkent 2015年统计的是2556万人 民族有129个 其中乌兹别克族占到了78.8% 其余还有俄罗斯族 塔吉克族和哈萨克族的 宗教以伊斯兰教为主 但是呢 由于在苏联时期受到了东正教的一些影响 俄罗斯 俄罗斯信奋 东正教 对吧 所以也有很多的教徒 我们来看一下乌兹别克斯坦的历史 乌兹别克斯坦历史悠久 是一个很古老的国家 在丝绸之路上 它有重要的两战 在乌兹别克斯坦 第一战是在Tashkent Toshkent 第二战是Nukus 在张谦出使西域的时候 曾经到达过乌兹别克斯坦的区域 当时呢 是贵双帝国 赫赫有名的贵双帝国 统治是中亚 历史上 该地区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地区 有很多很多的民族和帝国 都在这里边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比如说 希腊的亚历山大大帝 就把希腊文明带到了中亚地区 萨珊王朝 把波斯文明带到了中亚地区 随着中亚地区被沙皇俄国统治 又把一些俄罗斯人 俄罗斯族的一些文化带到了这个地区 同时呢 在之前我们也讲到 阿姆特默这位帝王 把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版图 扩大到了横跨欧亚大陆 也就使得很多的文明在乌兹别克这片土地上 深耕发芽 形成了这么一个多民族融合的现象 那么在近代 该地区存在着三个韩国 西瓦韩国 浩汉韩国和布哈达韩国 随着沙俄的入侵 吞并了三个韩国 最后建立了沙俄的统治 到了苏联时期 乌兹别克斯坦成为了 15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1991年呢 正式独立 这位呢就是现任总统 Islom Garimov 卡里莫夫 他呢也是在91年之前 苏共的总书记 至今还是乌兹别克斯坦的总统 好的 以上呢我们对 该国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介绍 那么我们来看看 乌兹别克语到底是什么样一种语言呢 学习乌兹别克语啊 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过程 因为这个语言 同很多的语种都有亲缘关系 比如说土耳其语 维吾尔语 中亚的一些语言 哈萨克语 吉尔吉斯语等等 在学习了乌兹别克语以后啊 对这些语言 你就不会觉得陌生 你会在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 你会总会发现一些 似曾相识的现象 似曾相识的词 它属于阿尔泰语系 突厥语族的西凶语制 目前使用人数有2000到2600万人 分布情况主要是在乌兹别克诗坦境内 随后呢 还有在土耳其 阿富汗等国 还有新中国的新疆地区 文字体系 最早受到阿拉伯文化的影响 使用了阿拉伯文书写 在苏联时期改用基利尔文 最后呢 在2005年 乌兹别克斯坦政府 学习了土耳其文字改革的一些经验 把以基利尔文书写的乌兹别克语啊 逐步通过文字改革 改成了以拉丁文书写的乌兹别克语 这样对于我们啊 他的接受西方文化啊 促进交流啊 起到了很大的很好的作用 对于我们的学习也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那么乌兹别克语的语音体系啊 在现代乌兹别克语中啊 一共有29个字母 其中包括6个原因字母和23个辅音字母 原因字母就是以下这6个啊 我会带大家先读一下 第1个字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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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把他们的详细讲解内容 放在以后的课程中 乌兹别克语的字母表啊 在这里啊 给大家读一下 前面是字母的书写方法 完全是拉丁化的 跟英文是一样啊 往后咱们的汉语评音也是采用这种方式啊 所以在书写上大家应该不成问题啊 这是后面呢 是字母的名称啊 字母的名称 我带大家读一下 レ メ Hom Hom p 鏘 мар 索 th Cub 帖 secular 野 Z O R S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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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dolv 最后这个 这里它不是一个字母 我们把它称作略字符 或者是隔音符 起到协助发音的作用 具体的用法我们会在以后的课程中讲到 乌兹别克语的特点是什么呢 原音非常的圆润 重音一般至于最后一个音节 有学者说 乌兹别克语是目前突厥语里边 保留的 跟古突厥语 相似程度最高的语言 为什么这么说呢 它的原音和谐现象 比较少 重音一般至于最后一个音节 比如说这个词 大家可以跟着我一块试读一读 Salon Salon 重音在这儿 你好 根据字母的拼读规律 所见即所读 我们知道英语不是这样的 因为它是有拼写方法 还有音标 也就是著名这个词的读音 但是乌兹别克语是 跟有很多语言是一样的 它是所见即所读 怎么写就怎么读 比如说这个词 Hide Hide 再见 以上呢 我们介绍了本节课的三个内容 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整体情况 有了了解 介绍了乌兹别克语的基本情况 最后领大家读了乌兹别克语的字母表 那么在接下去的课程中呢 我们会对乌兹别克语29个字母逐个讲解 带大家学习拼读规律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阿拉克马特